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今次的影片我們就繼續看回疫苗方面的資訊, 開始之前記得先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, 上一集我們都講到現在第一批國藥新冠疫苗已經到了澳門, 政府就說這批疫苗澳門居民打是免費的, 勞工及澳門的留學生就有囚犯這類人接種都是免費的, 同之前新聞所講的500元打兩針再加個保險其實都有好大出入。 就是剛剛新聞又公佈了,原來是保險公司未談談數, 現在我們就一齊看看新聞講的什麼先吧。 政府計劃為新冠疫苗接種者購買保險, 三頂醫院方面表示, 特區政府之前向了25間有澳門保險牌公司了解參與意願, 其中只有10間公司有回覆資料, 其中有部份公司表示不可提供, 未能提供成保, 亦有公司希望可以調低保障額度。 相關當局綜合分析後向5間有意向及有條件提供報價公司查詢, 最後選出了中城澳門保險股份有限公司, 作為衛生局提供接種新冠疫苗的不良反應及負作用保險公司。 政府方面表示, 有關保險被捕人為任何按照衛生局接種指引的疫苗人士提供保險, 年齡範圍16至85歲, 不理性別及健康狀況, 投保年期是一年, 保費方面會根據實際接種人士數目計算, 即是說越多人接種, 計算出來的總價均價越低, 至於保障範圍是接種後如果有不良反應及負作用, 引致新故或是完全永久傷殘, 保障額是每人最高100萬, 70歲以上人士的保額減少一半,保障期為接種疫苗後90日內,如果接種人士出現不良反應負作用,衛生局都會負責所有的治療費用。 新聞方面看完,都是比較簡短,其實裏面都有不少資訊,首先澳門一共有25間保障公司,其中只有10間有回覆。 有回覆那幾間有部份是說不做,當中亦有部份表示叫政府調低保額,這裏就可以看到保險內容是政府定的,其中才有部份公司叫它調低保額。 另一部份就是保費方面,就算是中了標的這間中城人壽,它都未能確實踏得到。 還有一個問題也不是很清晰的,那個問題就是它所保的,是否就只是澳門人呢? 因為就這樣看,它這個新聞好像又沒有說得很確實。 只是說任何按照衛生局指引接種疫苗的人,如果它是保住外地來打的人,澳門又有外國疫苗及國內疫苗被人選擇。 那分分鐘就會變成一個熱潮,因為可能很多地方都沒得被人選擇打什麼疫苗的。 那你試想一下,來到打疫苗也有得促進一下消費和賭收,還不一箭雙丟。 不過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趨水幻想,就不要當真。 按照上邊新聞所講,保險公司方面其實都還未算到要收多少錢的。 只是回答越多人打就收得越便宜。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,政府之前所提出的500元打兩針,還要再包保險,分分鐘那500元都是要用來買保險的。 又或者可能500元包保險這個數根本就不成立的。 不過怎樣都好,希望相關的政策就快點完善好,如果不是一時就說免費,一時就說收費, 其實市民方面都真是會好亂的。再加上第一批或第二批想打的人都未必太多, 如果他過幾天再跟我們說澳門人又要再收費打兩針包保險,我看真是會打的人就真是又會再少些的。 那今日的片就來到這裏先啦,大家又怎看呢?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,我們一齊再研究下吧,看完就記得訂閱下我們的頻道喲。 那我們就下集見啦,拜拜!